5-2 小猫唱歌 光感测器 小猫唱歌是运用光感测器制作的专案 利用光感测器的侦测值弹奏音乐 可给光感测器不同的光线来源 例如手电筒 透过光线的变化 音乐也会更加有趣 我们将程式启动 当我们的手按到光感测器 没有光源的时候 它声音变低了 翻开之后又变高 但是我们如果给它一个更强的光源 它的声音就会越高 接下来我们进行背景修改 点选背景 下方选择背景 打开背景范例库 在分类下方选择室内 选择Spotlight Stage 点选OK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预设的背景 一个是我们刚刚选的背景 接下来我们删除预设背景 点选预设背景 删除 在完成舞台修改之后 开始进行程式撰写 点选角色 点选程式区 点选更多积木 Add Extension Picoball 点选Picoball 当Picoball 连接成功之后 我们点选事件 当绿齐背景下 控制 不断重复 在声音的地方 点选弹奏音符0.5拍 由于我们弹奏的音符 是受到光感测器的值的影响 所以我们到更多积木的地方 选择侦测值 选择光线的侦测值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等待 好 那如果等待的时间越长 它的反应越不灵敏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把它设为0.1 然而反应较为0.1 好 那我们的程式就撰写完毕